面对疫情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呢 专家指出其实预防措施很简单 但关键要用对的方法去做 张欣一的报道 公共专家表示在疫情的影响下 每个人都应该在公共场合变成病毒恐惧症 那么有哪些简单的行为习惯我们现在应该养成呢 首先当然是勤洗手 但一定要用对方法 专家亦指出洗手应超过20秒钟 而大多数人只洗少于5到10秒钟 合理的洗手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注意 他说指甲缝是手上最脏的部分 指缝之间和戒指下面也可以藏很多细菌 在擦洗手指20秒后用水冲洗干净 擦干手之后确保用纸巾把水龙头关掉 因为这里也是脏的 专家还建议用纸巾触摸门把手 用手肘或手背去按电梯键 关于握手 专家表示可以用碰犬代替 但我们也无法一直避免握手 那么消毒洗手液便成为很好的选择 来听听专家对其看法及个人卫生方面的建议 它说在握手后用消毒洗手液清洁 并等其晾干 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洗手 就不要用手触摸脸和嘴 他认为肥皂更有用 因为肥皂的特性实际上有助于分解病毒威力 如果你准备出行 专家表示你庄位的环境至关重要 Eric说当你进入出租车飞机火车时 用湿巾擦一下 对你会触及的范围也很有帮助 如果在平家餐厅我会格外小心 用湿巾把餐具所在的地方擦干净 因为那正是感染点 我不认为大家应该变得多疑起来 只要多留意自己碰触过的地方 并且更重要的是 记得在触摸过东西后勤洗手就好了 总而言之 专家建议 大家应该比平时更小心 但不必担心害怕 26台记者张仙逸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 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